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俗话说 天有不测风云 神有旦夕祸福 生活中的我们 不可能事事顺心 磨难和坎坷 也是人生必不可缺的境遇 在不顺时 有人在不顺时 自愿自意 就此低迷 有人求神拜佛 终无用处 有人却能发愤而起 成就非凡 有人说 这是每个人的运气不一样 命不好 一切都没办法 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消极 如果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那我们还学习 还工作干嘛 躺在床上 等待命运来临 不就行了 中国著名的先贤 鬼谷自身为 人的命运 由他的思维决定 你的思维如何 命运就如何 他给我们提出了四种 能带来好运的思维 来帮助我们 逆天改命 来看看你有没有 一 没有绝对的对错 关键要合十一 鬼谷子说 方来应时已合其谋 相思来见 往应时当也 这句话是在告解世人 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化的 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 只有合不合十一 所有的事物或者道理 都是有时效性的 可能在这个时代适用 这个场合适用 但是时代一变 或者场合不同 那就可能没用了 甚至还会取得 适得其反的效果 比如故事后 人们都认为 女人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男人在外工作 这是每个人都信奉的真理 而到了如今 社会生产力提高 女性也有了打拼的空间 曾经的真理不再适用 再比如 我们平常说 人与人相处 要多些善意 可在战争中 讲的就是你死我活 对敌人的慈悲 反而是对自己的残忍 正如古语所云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世事发展的规律 是不断变化的 人应该效法天地 不断改变自己 生活中 有一些石骨不化的人 总是抱着以前的道理 来看待现在的新生事物 看到别人做的事 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跟自己以前用的犯法不一样 就大加之责 其实最终落后被淘汰的 只会是自己 学海乌鸦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也是如此 他们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 尤其在工作中 跟领导或者同事交流的时候 如果别人提出的方案 跟自己的不一样 不要急于否定别人 认为对方是错的 而是先认真思考 这个办法是否真的有用 无论黑猫白猫 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生活中 我们要抱着一个接纳的心 去面对一切 很多事情 或许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但这并不代表 它就是错的 世界在不断的进步 我们也要时刻准备着 人生如战场 随时可能生变 最典型的 莫过于以前看书 都是买纸制书 现在只需要手机上 动动手智就能看到了 这其中的变化 也带来了许多的机会 比如网络小说的兴起 自媒体行业的发展等等 这时候就要懂得 顺应时代的发展 抓住时机 往往就能给自己的人生 带来巨大的机遇 二 没有一定对的话 关键看能不能说 生活中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自己在说正确的话 说的一点毛病也没有 但就是得不到领导的赏识 更不能让朋友开心 为何呢 鬼谷子认为 有这种问题的人 往往是说话时 总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出口便是 我认为怎么做比较好 我认为这件事是对的 而不是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思考自己这么做 对对方是否有利 对方是否认为这是对的 有这么一则预言故事 百兽之王狮子 把所有动物都召集过来开会 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做法提提意见 以彰显自己民主的统治 狐独说道 大王 你过于仁爱 不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威 这是缺点 松鼠说道 大王 你过于情政 让自己过于劳累 唯有骆驼直言不讳 大王 你不该是强凌装 狮子散赏了骆驼的耿之 并要求大家都向他学习 并且当场就要奖赏他一块领地 那就是沙漠 虽说是奖赏 但从水源充足的地方 去到一毛不拔的沙漠 狮子的真实意图一看便知 这虽然只是一则语言 但结实的道理却很深刻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 向领导反映问题时 不分场合 甚至公开指责对方的错误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自己被人这样指责 虽然他出发点是好的 但自己也会觉得面子上不好看 下不来台 对这个人喜欢不起来 所以 鬼谷子认为 动嘴之前要应律可否 也就是要先换位思考一下 自己的话可不可以说 然后再名言得失 所谓的名言就是把话说明白就行 多余的话不要多说 仅限于多诗之上 大家都是成年人 交流的时候不必资助比较 说多了容易错 也会让人觉得你啰嗦 缠名利害 剩下的彼此慢慢体会就行 逢人只说三分话 留下七分自己赏 懂得分寸感 既保留了别人的面子 也会让别人觉得自己会说话 这样的人就很招人喜欢 如此便能做到 以预期至得到别人的好感 抓住他的喜好 自然就能让别人照着自己的思路走 答应自己的请求 三 保持沉默 使机成熟在行动 事无可抵 则身影而待身 时又可抵 则为之谋 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你应付不了 世间的事 就先闭事 当你能处理 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能为别人做谋划 这是鬼谷子神圣的核心理念 毕竟 人生总是有限 无法抗衡 世间大事 面对不可逆转的趋势 不如留着资源 等待机会 这也和我说过的 另一句俗话 比较契合 留得青山寨 不愁没柴烧 诸葛亮 三国第一谋臣 相信每个人都很熟悉他 作为蜀汉集团的重要朝臣 诸葛亮以复兴汉朝为己身 按理说 当时的诸葛亮应该选择当官 以寻求复兴汉朝的目标 然而 诸葛亮发现汉林帝无能 朝政也被各大家族所把持着 诸葛亮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选择在南阳种地等待机会 结果 刘备三国茅庐 诸葛亮 诚事帮助刘备建立蜀汉 后来 他为了复兴汉朝 进行了几次北伐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报复 可以说 诸葛亮的行动 与鬼谷子的说法是一致的 首先 他知道事情是不可能的 他在南阳努力等待机会 机会一到 并且把握住了 他顺势帮助刘备 尽力蜀汉 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在生活中 当事情不可能的时候 最好保持沉默 等到时机成熟 再采取行动 这样会有更好的结局 四 苦的不是人生 而是欲望太多 多欲为苦 生死疲劳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欲望比较多 比较强烈的人 生活中痛苦会更多 生命中永远很疲倦 而欲望少的人 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虽然他们想要的不多 但活得自由自在 身心愉快 想想身边欲望多的人 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 想要房子 车子 名牌衣服 包包等等 为了得到这些东西 每天绞尽脑汁赚钱 生活中充斥着焦虑 得不到还会非常难受 如果他们放下 对这些东西的欲望 人生是不是立马 就会简单很多 变得自在清净 当然 这并不是在否定欲望 世界上不存在 一点欲望也没有的人 欲望也有些正能量的地方 能够让人们拥有奋斗的动力 更积极地去面对人生 实际上 鬼谷子是让我们要少欲 知足才能成乐 人生有限 并不是所有欲望都能实现的 追求的东西太多 只会浪费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减少自己的欲望 明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除了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上面 还要抽出时间多配备新人 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提升自己的见识 扩展自己的心胸 这样的人生才显得美好有意义 这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 所以学会招持有度地看待问题 表达自己的思想 非常重要 做何时宜的事 说能说的话 减少不必要的欲望 那么你才能看清自己 才能与外界和谐共处 成就自己的人生 好运也会不倾自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陈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